中文學院到底在做什麼 中文學院 養二十一歲 可以工作然後賺錢 不會是被當供讀生 來第一年就是當助理 從洗頭開始 然後你就慢慢學 考完室或者是通過他的屏蔽 反正就是大家都覺得可以了 你才可以當設計師 在上課的過程中 老師也是教導我們說 你要把你所學的專業知識 告訴你的客人 讓你的客人知道這些專業知識 讓他們更了解自己 等一下會不好修有層次的嗎 會稍微有一點層次 會比較綁起來不會一坨在後面 對 我是在原店生設計師的 其實在原店生設計師 這件事情是非常困難的 而且你要拉指定客進來 他指定客還蠻多的 就十個至少會有五個是喜歡他的 對 這樣就算偏高了 今天很滿意啊 那覺得你有沒有更勉強 啊 有喔 從來沒有這麼漂亮過 因為他現在都市很穩嘛 所以就是提拔他當時期店長 就是一個人要有自己的一家電 一兩家電 他是更有責任性 然後更知道未來的路要怎麼走 因為他頭髮比較長 因為我自然捲 他在床上躺的時候 就會比較容易打擊 對 層次撿高一點 然後幫他打包 就是整體的撿包 很新鮮 再幫我洗頭髮 每個細節都要很仔細 我非常感動 幫個案件啊 幫自己清盆好用這樣子 沒有錢也沒有關係啊 可是反倒說你沒有壓力 你還可以用自己的專長 去服務大家 我覺得蠻好的 我覺得蠻好的 我前進去也是會稍微討厭的事 你幫我很舒服喔 人家不算粗膽還要拍你 對 比這個還要更辛苦 對 最艱難最困難的地方 都由我之前沒有退縮 一模一樣我覺得平均了 但是需要需要 沒有常在做的人覺得很重 它是首先往上 現在已經往下了 所以復活了 因為這個我以前經營土 算了所以說 我早上給他一個 比較溫暖 比較舒適的家 吃讚 非常好 我賺到快樂